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当初我那时候是2019年刚从金边回来的时候正好碰到了COVID-19的爆发 那COVID-19的爆发那时候我也在谈海外的工作也没有任何的下落 另外在台湾的话也是全这个其实是全球性的灾难 不顺利求之不顺再加上做专业没有一个专业证照是被肯定住 所以就想说正好没有上班 我就选择把自己之前没有读书自己醉生梦死的时候浪费掉的时间 浪费掉该考的证照该努力的目标 那就是在当初在选国际证照的时候 我在想说是考PMP还是考其他的好 他最终的话有一个TKP的平台 我是因为TKP的平台认识了藏宏这个Tim的部分 就想说好吧那我姑且一试吧 而且我也需要一个国际证照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还有所学可以跟国际上 不论是国内公司国际上正面接轨 他开始碰了PMP之后 当初PMP我是只有上学分班的部分 但是从PMP的身上我可以学到一个东西 不断的学习才能够有进步的空间 因为这个世界它是一直在变 所以说那时候因为很想要考到PMP的证照 让自己的履历上面能够有更加分的效果 所以说那时候正好我也那时候没事做 而且选择TKP我随时随地 我可以在家或在图书馆线上上课 不受任何课程的干扰 不受任何封锁任何封管的干扰 我是可以用网路可以在一直听课 一直听课 那也谢谢说TKP给这个平台 然后常常也也辅导了我这个机会考试 但事实上TKP要有要更有一个念头 就是我们必须要自律 我们必须要自律 每天的设计每天的进度一定要达成 而且在有问题的时候也要透过教练 跟教练的不断沟通不断修正才能够把 把我们要有成绩做出来 你真不好意思就是好像没有分享到简报的部分 哦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刚才我是把我心理历程讲出来 其实在里面有浓缩的这样子 没问题 在里面有浓缩 我这个只是重点 好谢谢 没事没事 那因为是说刚刚讲到哪里 就讲到我跟那时候跟丽秀姐那时候 我那时候就是不断从TKP那边还是从商商这边 我们不断的针对补强的策略进行了加强跟沟通 当时我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考到PMP后重新再出发工作 那之后我也是我也是一直读书一直的一直的上 应该是一直的上系统不断的学习 然后每天PMBug讲义不断的不断的查询题目跟这个选项的 的difference的相似之处 我们才能够说在9月11号考到考到PMP的征兆 但是我这严格讲也谢谢此机会重重拔心我最深梦词的演习 朝务实的目标前进 好这个是我那时候学PMP的部分 那是每天那时候我我这张照片是每天在家里面读书 这个是其中一个照片 因为每天就是看不断的看TKP的录影来念书 TKP上面播放录影来念书 然后有不懂的就不只是翻书 而且还跟教练那边不断的提问 好下一页 然后优势的部分 其实这个优势是你可以不限时间地点 可以随时听课复习 但前提是要有心还要全力实现 还有自略学习我们才能达成目标 在此同时我也是透过 也是因为长虹的辅导教育制度 我们才能够多请教多成长多学习 这是不断成长的这个最基本的因素 那讲到说考上PMP跟PMP 然后后来的话因为我在那时候在花期上班 在花期上班的时候 我在用PMP手法在工作的时候 我也碰到走了一些冤网路 那冤网路就是说 哪一些设备已经到使用年线 要列入list 年度annual project plan的更换或大修之类的工程 那我就想说学许 那我就想说 要看哪些专案是一定要列入 那就我就想说 走了一些冤网路 我就想说上一下PPA吧 那结果PPA给PPA那时候上下去 也重重也提醒了我 在做成功专案之前 一定要筛选哪些专案 它是就是所谓的Masko理论 Masko理论 good won't这四个东西 哪些要从 preproject里面要挑战出来 in project in project做完之后还要做cost benefit 这个最基本的逻辑 这些我在PPA的时候都有学到 虽然说它是在夸大领域 但是我一样是 一样是用在我年度的CIP的 CIP的计划上面也同时获得成功 也同时帮花期节省了不必要的金钱浪费 因为因为我在做这个专案 在把这个专案完成之后 碰到了花期宵金的移交给PPA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这个就更需要PPA的手法 哪些是必要做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 我从PPA的手上我也得到了 得到了证实 那得到哪些是真的快坏掉了 或是哪些真的该换不换 在移交之前或是在移交的那个时候 坏掉 造成了分行的不方便 但也是不应该的 所以说 学了PPA之后 也得到了一些启发 就是说 要把该做的事情列入MAS里面 把它列入专案里面做进去 然后我们也要 考虑到Cost Benefit的问题 Cost Benefit的问题 然后我要讲到考上我PMP跟PPA前后的差异 第一个 我考到这两张证照 不论我在外商还是大型的台商 一旦我要找机会 我会比较容易 有机会取得面试的门票 我会取得比较容易取得面试 因为你有 因为我们有这个这个证照 这个证照代表一个 代表一个硬底转实力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我们有全球任何证明 不再只是拿台湾地区 去试用证照 而且我们是拿 全球性英语系国家 不登英语系国家 还是拿一个语系 whatever 我们就拿到这个证 我们就拿到这个证照 PPA的话 至少说我们有这个逻辑 有这个基础 至少去学其他东西会比较容易 再加之就是说 我第三第四项讲到的 在PMP方面的话 虽然我是上600的PMP 但是 在专案管理ITTO的逻辑上面 我有一定程度的 这有一定程度训练我的逻辑 有训练成一定认知五大过程 十大领域 他套用在这49的过程上面 这个是必要 然后PPA的部分 刚刚有提到说 以花旗台湾我的年度 CIP的专案为例 就是测试物业资产 大修跟更换专案为例 它等同是PMP的加强 加强版 它包含就是 它包含把专案的前中后 还有成本效益 Cost Benefit的评估事项 让整个项目能够更精准的执行 那我也很谢谢 Liu姐的长虹跟TKP 这边给了我这两次 学习上课机会 那希望说我能得到 能得到更多的东西 就是在上PMP跟PPA 就是 就keep 就keep你的一句话 不断学习 拿到证照只是开始 只是责任的开始 不断学习才是向上的关键 不论什么挫折 你学就对了 不论碰到什么坏 什么好事坏事 Lesson Learn 并且应用之 这就对了 然后这个是我的PMP的证书 还有我当初考试的成绩单 我都有流程下来 这些都是 这是PMP的证书 然后下一张是我的PPA证书 PPA证书还有我的成绩单 也希望说能够把它 这个要永远做纪念 但是也因为如此 我对于自我成长的要求 我会越来越严谨 对我自己会越来越严谨 不论是PMP PPA 或是我工作上面 专业的知识 专业的工程知识 或是专案管理的知识 这要不断的学习才能上去 以上 谢谢